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号星期三 首先给大家赔一道歉 我上次我讲错了 我上次我讲了 拿这个佳能索尼服侍转接这11891之后 不能放大对焦点 有一个叫Jerry的一个网友 马上就给我私信了 他跟我说这两个他不知道 反正服侍是没有问题 他告诉我服侍转接之后 你在这里按这个 这不有拨的一个杆吗 对不对 你不要拨它 你往下按它 一按它就可以放大了 放大之后 再拿下面这个摇杆 就可以去选择 就是说放大哪个地方 往左右移动 然后我试了 没有问题 谢谢他的指教 他指教了之后 我一想那就坏了 如果服侍能做到 索尼和亚能应该也能做到 然后我就去研究了说明书 要上网上查 然后发现也都没有问题 反正不太一样 索尼是这样子 就是打开了之后 你要自己双手去点击屏幕 双击 它就放大了 你知道吗 你这么一双击屏幕 你双击哪儿 它放在哪儿 放大之后 你再拿来回所有的 这么去移动它 就可以去找对焦点了 这是索尼的 然后佳能是最费劲的 佳能是怎么回事 佳能是因为我自己调的时候 开了对焦辅助 如果你开了对焦辅助的话 它就不能够放大 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你把对焦辅助关了 关了之后放大 就是这样子 你看它 它我就不挨个往上转接了 转接环都在这儿 我就不转接 我跟你说一下就得了 它这个 比如说像它像这样 对你首先你要在这里边选 在这个 就是它这个环的时候 你要选入户自定义 进来之后 它这有这个 你选的就是清扫 通过清扫缩小和放大之后 就可以了 你把这个选定之后 然后在对焦 手动对焦之后 你在这来回一扫 它就会放大了 放大之后 它比较麻烦 你要选对焦点 你必须立把眼睛搁在这儿 让下面这屏黑了 就是把眼搁在EVF这儿 看着EVF 然后下面黑了之后 你拿大拇指在这上面去移动 就可以去找对焦点了 然后移动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经验 如果是全屏幕都可触摸 并且是绝对位置的话 其实不准确 因为你手有时候摁不到 左边来 有鼻子挡不着 对吧 你把它变成了 只有右边屏幕 是可以触摸的 然后是相对的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方便 你可以试一下 我说这个方法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不管怎么着 反正感谢这位网友 他的提醒 我才发现的 然后三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就是说 它转接了之后 你想通过这儿来移动对焦环 让它自动去放大 这是不可能的 都不支持 但是都可以在机身上 去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真的能做到这个之后 我就可以精准的去比较了 因为之前不能放大之后 有时候对不准什么的 我总觉得是我自己对焦有问题 没对准 但现在一旦能放大了之后 就可以确定的百分之百对焦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说11891的锐度真的有问题 它跟索尼的50F1.4 还有加能的都不能比 甚至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跟50F2都在锐度上 就说锐度上 我觉得都有一点 好像差距是都不够锐 在这来讲 就要承认一下 大毛妈本做的是对的 我以前不太愿意说 大毛妈本那一期节目 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那期节目 做的有问题 大毛妈本做了一期节目 就50毫米 他当时就对比了11891 50F1.4 莱卡的和索尼的50F1.4 两个的做了一个对比 还有其他的 还有索尼的55F1.8 好像还有加能的小弹油 一块做了一个对比 当时我当时就是想买11891 就看了他那期视频之后 你知道这个镜头很贵 对吧 我们要买之前 要做一个强大的心理建设 对不对 看了他那期节目之后 我整个心理建设都没有了 一下就以为平定 是吧 然后我就不想买 后来跟欧洲一个网友聊天 那网友就说 你别听他的 他们那帮人都是拿了厂商的钱 胡说八道 然后我就相信 这个网友我就买了 现在两个都可以放大对焦之后 我进行了 就是说 放我在这儿进行了多个角度 多个方向不同的测试之后 我觉得我最后得出的结果 跟大马妈本是一样 大马妈本说的没有错 这1891从锐度上来讲 跟50F1.4比起来 就是差了一截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会把大马妈本的那期视频 搁在我这视频下方 你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人家说的还是对的 我以前就是说过顾骏 对吧 悉尼顾骏 说过顾骏 那时候就觉得 悉尼顾骏说的比较对 我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也要看阶段 我觉得因为顾骏 他也玩佳能索尼 我们比较接近 大马 我觉得在佳能索尼这方面 我觉得顾骏和大马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都挺准确 大家都可以看看 但是关于到莱卡的镜头 和莱卡相机的时候 我们看来必须得承认 大马妈本在莱卡这个方面 他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更深一点 你包括莱卡的Q2 你看顾骏对Q2的评测 和大马对莱卡Q2的评测来讲 你觉得就是说 方舍觉得大马的感觉 更接近于我的感觉 他说的跟我说的是 跟我的感受是比较像的 你包括1891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鼓励顾骏在新的一年 如果买不起 就借一个SL2 借个莱卡SL2评测一下 然后也希望大马 看是不是能买一个 是能见一个的 也可以评测一下 所以我自己的还没到 我到了之后 我也会做一个评测 也鼓励你们 好 顾骏还不错 顾骏至码 买了好多服饰 是吧 我去年我拍服饰中化服的时候 鼓励顾骏的买一些服饰 结果后来今年的时候 顾骏才看到我那期视频 在我前日的 我把评论都关了 还真的很巧 算有缘 在我评论关的前两天 他给留了一个言言 说他刚看到 可能他以前还不看政治评论 他是因为也是刚买了一个服饰中化服 例如GFX52 让他看到我那个视频了 然后给留了一个言 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 他在晚留两天言 我的所有评论就都关闭了 我那个时候都关闭之后 他留言我也看不到了 反正希望顾骏老师赶快买买买 不要光买服饰了 再到莱卡这儿 如果你不喜欢 因为顾骏说 他以前也买过莱卡的M系列 也不喜欢 可能因为是手动的是什么的 我觉得SL2对吧 像素也比较高了 而且他又自动对焦 又是RAA的镜头 很建议顾骏要是买不起 就借一个 好吧 在这儿 反正也是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也是一个自己的进步 对吧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树叶有专攻 对吧 咱们在摄影方面 的确确咱们就属于 就是说爱好者 或者说发烧友 对吧 跟像大马 他们这种 他毕竟是以摄影 作为本质专业来比起来 咱们还是有差距 人家在这方面 人家就是职业 咱们是业于爱好者 对吧 这点来讲 还是要承认的 然后如果咱们要听了大马的 咱们可能就不会买这1891了 对吧 能够省很多钱 省很多学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对于观众朋友们 我们也建议 就是说买器材之前 还是要看看他们这些 专业的评措 我觉得可以少走万路 少交学费 好吧 然后我自己给大家 赔一条欠 我前面那个视频 在这三个方向 误导大家了 我在这方面看来 也是学艺不经 不过我这个人 这样对大家的好路 我只要错了 我会马上拍视频 来说我哪是错了 然后我告诉你 正确的是什么 对吧 反正就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害了 估计又买一堆莱卡 你还有一个优点 老公 敢于质疑挑战任何权威 你看看你的这个挑战精神 你看我从哪一点 都能找到你的优点 我老婆看我哪都是优点 对 以前就是不相信 偏你自己买了 自己试了 自己吃了亏 才觉得 原来他说的是对的 对吧 whatever 浑身是优点 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就讲到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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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